它这都是这种大锅炖菜 要什么盛什么 两分钟吃上饭 烙饼盐汤 这屋全是大哥 我们今天来到了大兴的一个村里 也不知道是什么村 因为看上一个店 就是洪顺文秀小吃店 哇 好亲民的菜单啊 它都是这种大锅炖好的 然后盛出来的 这是吊子 这是吊子吗 这还有一 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豆泡 不是 还有一丸子 看起来很破烂 好像很香的样子 这个丸子汤是长这样的呀 感觉还蛮不错的样子 哎 这大块肉 天呐 我没有想到这个丸子汤 它是这样的丸子呀 这是大石头头吗 这也太大了 看看这个吊子 它这都是这种大锅炖菜 要什么盛什么 两分钟吃上饭 尝尝尝 你想吃的鸡架吗 这桌比较急啊 来一块儿吊它 它把肥肠炖化了 好 哦 入口结化的肥肠 这鸡架的肉还挺多 骨头都酥了 嗯 来一块儿红烧肉 感觉是个老汤 这汤真浓啊 哎 啊 好吃啊 又会连一张的大饼子 哎呀 这五成大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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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菜不错 还挺萌 好吃 这算盘个庄吗 还是算什么地方 大型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吃过这家的 这个我觉得蘸汤吃一下也不错 烙饼干汤 好吃 它这个饼 喝油了 蘸一手 来尝个十元丸子汤 12人大平均三个人一个 姜丝 哎 这个 丸子像板面里那个 那种肉丸子 哎 汤有点像 就是那种 清汤 骨头汤之类的 还是有骨头色的这种感觉 真的好浓家乐 这个红烧肉的这个泡饼好吃 少重 哦 这个泡 多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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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那个鸡蛋里 鸡蛋里边的人骨 都化了 我炖了 他家的 每一个炖菜 一个比一个辣好 哎呀 这大肥肠 能把肥肠炖化了 得炖多长时间 炖烧肉 我也觉得他家怎么全是烧肉 好 这大肥肉 大肥 基本都是吃 红烧肉排骨 这样的鸡蛋 炖子 炖的 看你们有时间要是来大兴南六房这边玩 就过来尝尝 很好玩的 红烧肉炖菜 红烧肉 当然是一种鸡蛋 我也是 想说你 我 我以为喜欢小鸡蛋 尤其一吊子 就是它 它不是那么重的味 然后也不咸 炖的特别辣 又一碗 我们就一碗了 你就换一鞋子吧 没了 嗯 什么没了 咱俩 这一碗 一碗 一碗 估计是 就一锅买完完 前俩往来十分钟就没了 拜拜 今天就是路过 路过过来看看 体验一下 田园生活的气息 今天从长平来了一趟大兴 这个 距离 从北六环川到南六环 这个感觉 放熟 当年我给我姐送亲 从长平加大兴一样 然后今天这顿饭 一共花了九十几元 九十三元 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吃着玩 路过的话也可以尝尝 反正人还不少 然后最近喜欢农家乐 有什么好的农家乐 可以推荐给我 拜拜